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风 风拖住了她 大家 好久不见了 接下来 还要拜托各位了 这一天 我得了两年 我 这就去找你 我终于 见到你了 我来找你 是想把这个给你 这 就是我和小兰的 第一次见面 我 为什么会送我 我之前住院的时候 送我那朵花的人是你吧 我来还个礼物 你 你猜到了呀 花的事情不说 能用风送来花朵 那之前的龙卷风 也是你造成的吧 我 那个 我不是故意的 那个 我 我不是 不是有意的 是你吧 我 是我 对不起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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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没有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你 我 应该说不敢走出沙漠 我能通过风掌握别人的动静 所以我经常会走到村子附近 远远地听一下大家的生活 但我不敢靠近他们 我怕我的情绪 会化作更可怕的风 给大家带来困扰 所以 我一直一个人 一直 一个人 所以那天 我的飞行器 嗯 当我看到你驾驶着飞行器 经过沙漠上空时 我 我真的好羡慕你啊 发自内心的羡慕 你能在天空自由翱翔 去各种我永远都无缘涉足的地方 小妹的嫉妒和不改 让我的四周迅速升腾起了巨大的龙卷风 是我眼中中的看着你的飞行器坠落了 都是因为我 我并不是有意让你遭遇事故的 为此 我非常愧疚 我真的 那 所以后来 你救了我 你知道 我猜的 应该没错吧 我 我知道这件事 不足以弥补我对你造成的创伤 我 好了 我不是来行使问罪的 过去的 就让它过去吧 对了 既然你说沙漠里的风 是由你的心情引起的 我听村民说 这股龙卷风刮了两年多也没停 本来 我在沙漠里的生活还算平静 毕竟我没去过别的地方 也没见过太多人 但自从我看到了你 一切都不一样了 我在想 如果我能像你一样该多好啊 这样我就可以离开这片沙漠了 我就可以去那个 我一直听到欢声笑语 去从未踏足的村子看看了 我羡慕你 羡慕得发狂 因为在你身上 我看到了自由 那是我没有的东西 我 这两年我真的很痛苦 对不起 我给村民添麻烦了吧 对不起 各位 对不起 小岚 别说这种脏气话 我们都来找你了吧 你 虽然那场事故 让我失去了装腿 但正因如此 我反而可以在一支上 加装飞行装置 你看 你也一样 你具有控制风的能力 我相信 只要运用得到 它一定能让你走的 比一般人还要远 你 你真的这么认为吗 嗯 我不仅仅是认为 我会想办法帮你做点什么 让你离开这里 我 我可是个 发明家哟 谢谢你 真的 谢谢你 别客气 别客气 就在那一刻 这场持续了两年多的龙泉风 停息了 我 我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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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想起是最微信的美吗 发现我的世界终于是最后快平凡 心得还不够完满 你把双臂张开说要弥补缺憾 连空气都变柔软 时间奔出点燃火花生锁 你的情绪无需说出口 无论是泪泉还是幽默 心安心交付与我 再次回到梦境 阳光透过书衣 会发生却已经熟悉的剧情 是相遇的声音 无限的可能性 请让我朝着你所在之地 光速飞行 我回到了自己的城市 在工作坚里 我每日每夜地研究中 这一次 我可再是为了我自己而研究了 我知道 在远方的沙漠里 在微风和蓝天之下 有人在等着我 我要完成 与他之间的长路 在远方的沙漠里 天兰 小绿 这是 我为你做的 锋利驱动的飞行器 干嘛用的 他能带你 飞上天空 飞上天空 不不不 不起来了 真的飞起来了 安心点 没事的 他的主要动力是来自风 所以你可以完全操作这家伙 是啊 你不是能操作风吗 来试试 无风 真的 它真的跟着风在动呢 太棒了 由于小岚能操纵风 所以它可以轻松地控制这架风力飞行器 让它飞到各种地方 那是什么 好开心啊 那边 那边 怎么了 你看那里 那条路 那是通往村子里的最快的路 有好多车子在那里开呢 是呢 以前我坐车出村子的时候 走的似乎是条小路 不是这条 我 因为我的关系 所以这条路的路面经常被狂踪损坏 对不起 没事了 都已经过去了 现在交通便利的话 村民们和外界的往来就会更方便 村子也能发展得更好一点 走 我们再去更远的地方看看 嗯 是城市 原来这就是城市啊 看 那边是我家 我要看 我要看 我的工作室就在那里 这些飞行器 都是在那里发明的哟 小绿 你真的好厉害啊 那当然 就这样 我们去了好多地方 玩得很开心 可是 小岚 你怎么了 不舒服吗 不清楚 从前两天我就觉得不太舒服 现在好像越来越严重 要不要找个城镇 静老下来去看看医生 不要 不要 我又不像你们人类 我不会生病 我虽然没经历过这种情况 但是我凭直觉 能知道他的原因 因为 我离家太远了 那边荒芜人烟的 常年刮着风的沙漠 是我的家 我再厌倦他 再想逃离他 我 终归不能没有他 小蕊 这镇子真的非常谢谢你 但是可惜 团餐的人心好像 他们都不死为止了 好 我送你回去 你怎么样 完全没事了 那 黑心器留给你吧 你 又先走了 等等 你 你要走了 嗯 那 那我以后 还能再见到你吗 当然了 我 很快就会回来 嗯 很快就会回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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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什么 好多卡车 是风车啊 他们再往村子里运送风车 好久不见了 小岚 我回来了 小绿 而且这次应该 不会再走了 小绿 我经过多方协商 为村子建起了一些风力发电的风车 然后 看我的 成功了 我拜托小岚把强风吹到风车的叶片上 村庄从此有了充足的宫殿 能为村民们做点什么 小岚也很开心 而在那之后 沙漠中很久 没有再出现过龙卷风了 我在这座小城市里 谋了个一罐饭吃 因为在这里我有很多想和小岚一起完成的愿望 有了交通 有了充足的电力 小村庄逐渐变成了一个小镇 每天我都非常忙碌 但是一有时间 我就会和小岚一起驾驶着飞行器 到处逛 很充实 也很快乐 你这个笨蛋 这个 你看看你的体检报告 怎么这么不注意身体 可是 工作 再忙也要睡觉啊 你真的不要命了吗 我其实 有躺过一会儿 住嘴 又是那种花 你那个传说中的沙漠王子 又来给你传递什么信号了吧 这是我们的约定 会送花来就表示 小岚的家伙又溜出去玩了 龙卷风里的孩子 你的故事永远都那么不错 不可思议 你可以不信的 无论如何 保护好你自己 记得 这个村子需要你 嗯 这个 真的装上就能飞起来吗 你试试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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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变起来啦 谢谢小雷哥哥 我一直居住在 这座小城市 用我自己的方式 再改变这个地方 你还没有 你还没办法 呀 转眼 住了五十多年 终于 这座不起眼的小城镇 也变成了大城市 而我 也在睡梦中 离开了 我离去的那天 城市外的沙漠 刮起了几十年未见的龙卷风 呼啸的风声就像是 有谁 在凤凰的哭泣 城市的防风设施很齐全 市民基本没因为龙卷风 而蒙受什么损失 唯一影响到他们的 是大风带来了铺天盖地的 白色花瓣 据说 这是一种 是在沙漠里盖的话 因为小玉博士给这座城市 做出的贡献 市民们自发地为她 立了这座雕像 她生前还一直反对这件事 但是死了以后 就管不了我们喽 所以医生奶奶 这座雕像 已经建立好久了是吗 是啊 这座雕像也很奇怪 总是一尘不染 只要略有灰尘出现 这里就会突然落下短暂的小雨 之后又有微风迅速把雕像吹干 有时还会伴随着一些花瓣 花瓣 是那个吗 是啊 据说 这种花只开在沙漠里 沙漠 沙漠的花 为什么会吹来雕像这里呢 是风吧 传说 如果你在沙漠里 刮起龙卷风的时候 乘着飞行翼进入风眼 你会看到风眼底部 有一株发光的花树 属下还有一个人 但现在已经很少能看见龙卷风了 即使偶尔出现 也会在有人接近时迅速消散 就像故意不让人靠近一样 所以 谁也不知道那个传言 到底是不是真的 可是我相信这是真的 应该就是那个人 一直在照顾着这座雕像 你说是吗 小绿 好了 我的故事就到此为止了 嗯 今天天气也不错呢 好 你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让人留在每一个街头 沉默低头刷新的星星流 钢铁风铃去中 星光那么天落 突然回首 你在那山门口 在日车飞翔指甲来回旋转 找到一扇轮飞 打开就抵达彼岸 黑板绚烂 这心情都等待晚上 天头痛起床气 夏天家里就变得一把毅燃 风不期待的手机灵 画卖途中的冰淇淋 下半路上的火烧云 光的雪雀已经远去 是热崩坏的每一天 是让稳定的再深浅 都不及不信你磨练 只是意外还是新一天 吸气要让人留 在每一个街头 沉默低头刷新的星星流 钢铁风铃去中 山光那么天落 突然回首 你在那山门口 吸气要让人留 在每一个街头 沉默低头 刷新的星星流 在这屏幕为了 所有默定 想念思念的心 也是变得发愁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